现在不仅有很多男人会在外面花田酒地 有一些女人可能也会做出红杏出墙的事情 其实女人偷情逃不过这四个原因 最后一点是关键 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 得不到男人的关心 女人心思比较敏感 而且有些时候会莫名的多愁善感 加上又喜欢胡思乱想 所以就很需要男人的关心 如果男人把心只放在了事业上面 被女人关心比较少的话 她就可能会在其他人面前寻找温暖 第二个 感情不和 女人对于自己的爱情充满了很大的期待 但是如果你们之间的感情达不到她所想要的样子的话 她也可能会出现红杏出墙的行为 而且有很多的情侣走着走着感情就淡了 所以男人一定要多花写心思在女人身上 第三个 外面的男人太优秀 女人其实心里也是比较花心 她对于男人也有特别钟情的那一款 如果她认为特别优秀的男人 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那她可能会情不至今的接触 一步一步走向偷情的深渊 第四个 满足不了她的金钱欲望 女人对一些物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很多人出轨并不是因为爱情或者是什么 最直接的就是因为金钱 所以男人在爱女人的同时也要努力拼搏才行 其实女人出轨基本上都是为了几个原因 最多的是因为金钱 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爱情 然后还有一些本性死男 不过一般女人都是比较自尊自爱的 男人只要真心以待即可 再来想看 点击